这件事,李家超漏报选举授权这件事 有几个角度去看的 第一,他真的犯了法 这个是一般事实,他真的犯了法 不是,犯了例,选举条例,真的犯了 这个是很适合的 还有第二个,市面上的KOL说他什么 写上求情的要求豁免 在普通法上面,是有权这样做的 他是有权这样做,你小时候怎么搞的 之前那几个没有要求豁免 其实之前那几个他也有权去写信给律政司要求豁免 他也有这样的,他没有用这个权利而已 官这样去判,是不是判重了 李家超这样的官没判,因为律政司的那一关 其实这些事,李家超,你也可以看到 李家超的班是多么弱智 是多么没有经验 第二,可以看到李家超是处理这些问题是多么愚蠢 为什么呢?通常这些事,你问清问楚 是这件事,你也知道是坏了的 你是没有得到受权,是犯了一条例 现在最明显的一件事,因为普通法是讲案例的嘛 有三个案例在前面,是判了牢嘛 那李家超就不能脱了嘛 怎么脱呢?如果那三个判了牢 坐很轻的,坐两三个月而已 判了牢,而李家超,监也不用坐了 钱也不用罚了,完全豁免刑责的 他说,这样留给别人的风评是怎样说呢? 礼不下说,人不上大夫 肯定这句话 你以权,你也可以压着律政司 香港的法治是无存的 最正确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呢?李家超 你虽了,你应该第一件事冻结 第二,你也应该出来讲清楚 法律上是赋予我这个权,我疏忽了 是我团队疏忽做的 没有提醒我,要跟进这些事 团队负责这方面的人 你已经被我们扎成了 你不就射下去咯 不难做,你在警察部做这么多年 射我必然认识的啦 是不是?不是第一天做人啊,是吧? 你的肩膀都在你啦 你射给下面,然后自己 谷过公道歉和全国市民 谷过公道歉 令到全香港市民 误会了 我是以权去压法 破,影响过司法独立 这个真是很不好意思 其实我没有这些心 其实他这样说已经是赢了 够了的了,的确是他有权 他写了这封信 要求律政司去申请豁免的 但是现在这件事呢 被你搞到呢 好像 好像是 破坏香港司法制度那样 其实严格来说 我不是帮某人说话 严格来说呢 他真的有权 他真的有权 这件事也是一件事 钱就我觉得 你叫他特首去坐牢 就是情何欣啊 也都没可能 律政司会有什么去做 但是我就觉得 律政司应该一样要落差 如果对那三个也是非常不公平 也都影响过法治的精神 那你就照顾他 那照上台罚钱就算了 罚钱最高罚款都是四千元 就是 很老实说 违反限罪你也罚五千 你罚四千元那些是什么罪啊 真是很老实说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些事呢 你说 就是 怎么会这样传出来呢 我会觉得是 就是 就是多少人玩东西啦 一定在政策里面 很看不过眼啊 这个李sir 那样可以留些资料出来 被人推他出来的 要不然这些事 怎么会有人注意到啊 还有 一场选举 就是兵方马 联币兵方马 你不记得了 就是 你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这个疏忽是很容易犯的 很容易很容易犯的 就是我觉得这些什么例呢 还要不要呢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谈到的 就是我过选举条例那里 就是很为多元 但是李家超是抵骂的 今次选举很多人跟你争吗 你只有一个人 你还这么索不 就是你真是看病啊 因为你真是很老实说 你跪地求饶啊 这件事 衰啊衰硬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可以联想到 为什么 就是除了李家超啊 这个我觉得很明显有人放料 第二件事我更加明显有人放料 就是阿龙虾 就是阿 现任国家领导人 政业副主席 梁振英先生 阿太太梁彤晶怡 被爆了 就是欠AE 运通卡的卡数 第一 梁振英不是制裁的行业 所以他老婆 一家人都有AE 不奇怪的 你被人拖九万多 被人拖爆了出来 还有那封信是上个月四月底 运通已经提了你 五月底 四月底已经提了你 你去Suttle一件事很简单 九万多 你不是我 就是你 就是我觉得是多少 你看龙虾的照片 他多数是为 为一口气 我不信了 我是喜欢玩你 我是什么 我是国家领导人 正义副主席夫人 你这外国势力的来得我什么河 我怎么问 人家又玩你 现在是难的 人家表明是玩你 运通银行也不自在老九万多 我相信公开这件事之前 就是负责那个人 一定问到上级 甚至这件事 分分钟去到香港地区的总裁 就是这件事 人家是玩你 就是表明的 这些叫什么 官材保减价 抵死 就是我觉得真是 你醒了一点 你自己什么身份 就是 什么 就是 昨晚就好像说 他通知了全部 说他Settle了 那几千元 但是呢 我觉得这件事 要搞清楚 他说Settle了几千元 他说很不理解 为什么AE中这件事 这样公布出来 人家可以公布的话 就一定有人 比如AE中 唐小姐 梁太 就是老实话 你都是读法律的律师 人家也有很多法律团 因为美国公司 很注重这个法律精神的 人家是清清楚楚 你是将人不倒人才是 才是手起来的 就是你想着人家 真是欠了几千元 他说几千元就不是九万多 现在观众就,真是,马上就脱花生了 你这个外国银行,米国银行 现在这个境外敌对势力,你是不是欺负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夫人 人家说几千,你说九万多,有没有搞错,成十万元 我觉得这件事,要公开多些资料 应该来龙虚猛,什么时候签的,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是买衣服啊,是吃饭啊,还是叫鸭吃呢 可能叫北京田鸭嘛,可能我们的特首夫人会不会涉及被人欺骗呢 这件事,香港市民可能有兴趣在这方面的 我觉得既然,梁夫人这么不相信呢 就是为什么运通说九万多,你说几千元美数 到底谁对呢 如果是九万多,短短一两个月 硬是35厘利息,啊,啊,啊 35厘利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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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息口这么贵,都去不了几千元利息啊 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人 相當有可疑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跟美 可以看到的 我覺得在一個這麼苦悶的香港的時候 又沒得出去 還沒放寬出去 突然爆這件這麼大的 這麼多的花生事件 由其影響到香港人 個個都喜歡的 690 梁振英先生 大家肯定好 要看家人那件事 梁振英先生 佩露道四號 主人翁 又有料吧 這個家庭呢 愛心事家庭 這麼多事情 這麼多事情 不過由這件事可以看到 中國有所謂什麼 甲物知知誠意聖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連家庭都搞得不好 所以當日 這個人曾經替689不值 哎呀 真是 你這麼想去翻譯 去做這個特首 自己又有 自己又有能力 你手下又有文醜顏鸟 兩大名將 再加上人不像人鬼 那位新聞專員 楓偉剛 哇 這些一表人才的人 看完你那個陣型裏面 斷鼓都應該 眼尾都能熟到你啦 哎呀 誰知道眼尾都不熟你 給一個 喂大哥 李家超來 阿英哥 你做特首那幾年的時候 李家超是什麼呢 大幫版的嘛 肩頭多幾個 花而已嘛 難聽一點 喂 他來見你也要寫幾張申請表 都要見到你啊 哎呀 現在是李家超 變成了現在你來見他呢 都可能要 要 第一張明見 說 東芝林是李家超 根据基本法 政治副主席不可以干预香港内政 所以说别人扮你 就很拒注于这些门内 就是做人做到这些家人 真的有人开始背负那种的那种什么来历 面对环境 那种什么来历 女儿又这么乖巧 这么玲珑 老婆又这么姿坑 姿坑 姿坑 有钱 好像皮丘那样 有入没出的 想完不找数都可以的 不行的 不对的 有借有还才是上等之人嘛 虽然你住在盆山区 欠人钱不要紧 最紧要还 借钱总要还 什么给钱中介 广告有一处 要看一下电视 不要只是看对家的新闻 知不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